今天我們要來開箱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看到LOGO你們應該也猜得到是什麼吧 除非有人不知道這個LOGO 那我們先打開箱子 裡面有一個明樣的東西跟一張白紙 我發現了蓋子上有個不一樣的東西 看到這個你們應該就知道我今天要開箱什麼東西了吧 非常的淺審易懂啊 其實是想炫耀吧 然後這裡有一張紙 其實它是說什麼 感謝你獲得了眾多玩家的什麼榮譽什麼挖鉤的 因為它都是寫英文無覽的一個一個翻譯啊 它其實是五個語言 那我們先把這個套套拆開 哇 太漂亮啦 太酷炫啦 是覺得有點中二啊 但是對它就是一個印著精英LOGO的一個防彈背心 防彈背心其實做的蠻不錯的 一個深灰色的質感 然後一個其實有點像大陸製造的吧 希望拳頭不是這樣的公司啊 這裡有個小袋子啊小口袋可能放子彈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那我們打開 哇塞 原來真的是背包啊 我還以為是防彈背心 而且還印著最強王者 那 可能是Made in China 沒有錯的 好啦 這裡面是黃色的 讓我不是很喜歡之外 其實整體上看起來就是一個 蠻中二的背包 那我拼死拼活 拼了一年 可能維持在精英400分 這麼低分的 我 就為了這個這麼沒有質感的背包 的嗎 沒事的沒事的 我相信我們2019年會更好的 但是我應該不會想要再拿這個背包了啦 祝福各位 爬分順利 我只是來炫耀的 掰掰